耶利米书第十四章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是关于旱灾的事 犹大悲哀,他的城镇衰落 人人都坐在地上悲伤痛哭 耶路撒冷的哀声上达于天 他们的险贵拆派同仆去打水 同仆来到池边却找不到水 就拿着空的器皿回来 他们失望难过,蒙着自己的头 土地干裂,因为地上没有雨水 农夫失望都蒙着自己的头 甚至母鹿在田野生产的小鹿 也得把它丢弃,因为没有青草 野驴站在光秃的高刚上 向野狗喘着气 他们双目发呆,因为没有青草 耶和华,即使我们的罪孽指证我们 还求你以你名的缘故施行拯救 我们实在多次被盗得罪了你 以色列的盼望啊 以色列遭难时的拯救者啊 你为什么在本地像一个寄居的人 又像个只住宿一夜的旅客呢 你为什么像个受惊的人 又像个不能拯救人的勇士呢 耶和华,你是在我们中间 我们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求你不要离弃我们 耶和华论道这人民这样说 他们喜爱这样流荡 不约束自己的脚 因此耶和华不悦纳他们 现在就要纪念他们的罪孽 并要惩罚他们的罪恶 耶和华对我说 不要为这人民祈求好处 即使他们进食 我也不会听他们的呼求 即使他们献上凡计和素计 我也不会悦纳 我却要用刀剑、饥荒和瘟疫 去灭尽他们 我就说 哎,主耶和华 你看,那些先知常对他们说 你们必不会看见刀剑 也必不会有饥荒 因为我耶和华要在这地方 赐给你们恒久的平安 耶和华对我说 那些先知借我的名说假预言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没有吩咐他们 也没有向他们说话 他们对你们所预言的是 虚假的意象 占卜的预兆 虚无的事 和他们自己心里的诡诈 因此耶和华这样说 关于那些借我名说预言的先知 我并没有拆遣他们 他们竟说 这地必不会有刀剑和饥荒 那些先知 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 至于那些听他们说预言的人民 必因刀剑和饥荒 被抛弃在耶路撒冷的街上 没有人埋葬他们 也没有人埋葬他们的妻子和儿女 我必要把他们作恶应得的报应 倒在他们身上 你要对他们说这话 愿我的眼泪直流 日夜不停 因为我的同胞遭受极大的毁灭 受到很严重的打击 如果我出到田间 就看见那些被刀剑所杀的人 如果我走进城里 就看见因饥荒而来的各种疾病 连先知和祭司 也流亡到他们素不认识的地方 你真的弃绝犹大吗 你真的讨厌喜安吗 你为什么击打我们 使我们无法医治呢 我们期待平安 却得不到好处 期待得医治的时候 不料只有惊慌 耶和华 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 和我们列祖的罪孽 我们实在得罪了你 求你为你明的缘故 不要厌弃我们 不要叫你荣耀的宝座蒙修 求你纪念你和我们所立的约 不要废除 列国虚无的偶像中 有可以降雨的吗 天能自降甘霖吗 耶和华我们的神啊 能够这样做的 不是只有你吗 所以我们仰望你 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做的